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由我们苏宾豹为大家带来的木合课程的渣瓦课 今天呢是第四课 我们上节课说了今天我们要讲一下类的访问控制服的这个小知识点 这个类的访问控制服呢一共有四种 分别就是Public,Protect,还有默认的什么都前面什么都不写的 还有一种是Private这四种 好那我们下面具体来看看他们都作用于什么范围什么的 具体讲的话我们我想的是用这个写代码 就是一边写代码边讲能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我们看我首先呢我就是在打开我们LeakLips创建一个主类 这个主类的名字叫test就是测试访问控制服的意思 这个随便写主类 然后还在创一个这个主类下边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没有实际含义的这个类的名字叫A 因为这次呢我们主要是那个测试一下这个访问控制服的的问题 就是说呃今天的这个代码就没有特别的实际含义了 好我们来看呃我们说了然后访问控制服务一共有四种类型 我们写这三种那个那个默认的一般咱们就不怎么用 所以说这个就不测试了不浪费时间了 我们写了这三种类型 就是说这个类里边的有个I成员 J成员和M成员 他们的咱们前面讲了这些都是他们的私有就是静态属性 这三个静态属性 他们分别是一个是这种类型的 一个是public类型的 一个是protect的类型的 然后呢我们继续写我们边边边边看呃 public类型我们再写一个他的动态方法叫F吧 呃今天的我们说了今天他没有实际含义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所以说我就随便写一下 比如说我们写个I就是我们这个静态属性I等于一个1 J等于一个2M呢等于一个3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另一种方向公司是public的方向公司 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写一个I等于一个4 J等于一个5M呢等于一个6 好另一种是这个的和tact的 嗯我们写K 嗯K里边呢我们写I等于10 J等于11 M等于12 好啊我们先写这么多先先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这个类类A就写好了 然后我们在主类里边测试一下 我们前面讲了呃用类名加对象名的方法呃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呢因为无所谓嘛 今天就是代码没有实际含义我就随便写了 我们用这个呃因为咱们这个类是A 所以说我们就是类名对象名创建了一个新的对象就是AA对象 然后呢我们用AA对象呢 我们这里边比如说A点I等于一个1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对象里边有个I的竞态数就是这个I的竞态数件我们把这个I负成1 然后呢再写一个我们把这个I负成2 然后呢再写一个我们把这个我们把那个还有一个竞态数件是MM负成个3 然后呢再写一个我们把那个还有一个竞态数件是MM负成个3 好我们来看一下看见没有咱们这个软件就开始有一个有一个报错的信息 为什么报错呢因为只有这个I报错了我们我们把这个建筑放上来 然后说他这个报错信息是大家可能看不懂我就说一下为什么会报错吧 因为咱们看咱们这个I这个私有属性I是个private就是这个私有的这个这个单词意思不是私有的吗 就是说这就说明这个不能用AA点I这种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就是说这个对象名点这个竞态属性 如果说这个竞态属性是用它来确实的话那就这句话就不对 说明说明它是一个非常机密的一个东西 就是加上它就表明这个I是个机密的东西 不能直接用这种方法来复制 但是呢其他的我们看我们就前面的这种 还有M用public和protect这两种防御控制符的话呢 这就没有报错这两种是ok的 但是呢这种加上private这就不对 那所以说呢这种就是错误的 我们来写一下这是不对的 因为它是那个private这种类型的 然后呢这两种是ok的 所以说这个这个我们就可以可以看出 呃可以初步的看一下这这个这防御控制符的不同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再看另一种我们不是还写了那个三个那个动态的方法吗 我们这里也试一试 背叶一点我们有一个将材方法不叫f吗 然后用了个f可以看到它又开始爆错了 然后你和鼠要放上去 它这个这个这种不明显还是我给大家说吧 因为我们看到f我们这个f方法前面也是这个private用来这个防御控制符 是否这种防御控制符修饰的说明什么呢 说明然后别的类里边如果想用这个f方法的话也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不允许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是还跟这个这个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如果前面有了private就说明这个静态的属性或者这种动态的方法都是高机密的 就是其他外部外这个类除了这个类里边就是其他类就不能直接用这个这种类类名 AA.这个这个成员或者这个自由成员或者这个动态方法就不能掉 就是private就不能掉 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两种方法 比如说还有个J 然后还有一个A.K 这点的话你看它就不报错 为什么不报错呢 因为它就不是用private来修饰的 然后我们是 算是报错了 我们看点下运行 你看它 这个OK 你看它就是Era in Workspace 就是报错了 所以说它就不行 如果说我们注视了它 它就不报错了 然后你看这个前面这个红色的红色的这个提示图片就没有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具体来运具体运行一下它这个就是结果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A类里边写一个方法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到了已经就是public这个修饰符是怎么着都可以用的 我们就写用public来修饰这种 我们要需要验证验证一下我们这个私有私有成员 它是里边的道理是什么 所以分不了out点 println 然后我们写 里边i i等于 嗯 不是 我们写i吧 i加上空格 g加上空格 哎 这少不加好 嗯 然后加上 加上 加上m 好 嗯 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注视掉 然后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对下面我们调漏了这方法我们看这方法是用这是public来修制的这方法里边我们把456呃把456都分别附给i jm我们用然后咱们再输出一下这个他们私有成是什么保存我们运用看一下他这个这个类子我们就看见了他这个i等于45我们按g等于5m等于6说明我们这个这方法实现了就说在在这个a类外边用这方法就是能够调用的然后我们注视掉我们再注视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k方法如果我们又运行了一遍k方法的话ok我们发现这个值又变成了十十一十二就说明我们的k方法也是也是可以那个protect的这种修饰修饰的也是可以那个在别的类里边对用这个a类里边这个方法的好那我们具体看完了这个具体的一个测试一个小程序嘛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这四个就是在具体的测试一个小程序嘛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这四个 你说一遍这四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说了public这种访问修饰服是比较重点的他呢就是可以可以就是用经验的语言说就是可以通过外部访问方式访问类的内部的public成员 然后呢这个protect这个这种呢我们先挑过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讲继承的东西我们讲了继承的知识以后我们这个才能用到这种访问访问控制服了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protect和public其实没啥区别通过我们刚才那个小程序 但是我们看我们后边学到计程以后就知道这个具体的区别是什么了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然后呢我们刚才我也说了然后这个默认的就是前面不夹东西的一般没人用 然后呢下一个就是private这也是个比较重点的东西就是他也这么说也是就是说跟那个public是怎么说呢是相反的吧就是不可以通过外部访问方式来访问类的内部的private成员 刚才我们也看了就是不能用我们来主类来访问这个A类的具体这个A类的那个其他的成员或者是那个动态的属性 下面呢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防温控制服的这个作用范围 我们在一个类的内部呢说访问控制服是透明的就是说在一个一个类的类的内部里边因为他们是一个类是一个一家子嘛 他们不管是不是是访问控制服什么样的是不管你是private也好public也好他都可以互相访问的就是访问控制服是透明的 我们刚才呃刚才程序里边也看到了就是我没有提咱们看一下A里边我们写了这个爱的这个 咱爱是一个这个private修设的一个访问这个静态方法但是呢我们其他的这个这些方法都能够用给爱复制 说明就是在这个类里边的各种方法都能给这个静态的private这种爱复制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呃类的内部防温控制服是透明的 然后呢在类的外部就是我们刚才具体演示很多遍的就是我们一般就用到public private方法 现在那protect的用法呢已经那个继承的时候用的多类的外部呢就是我们刚才总结了public private的其他的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就是有关继承的问题了 好那差不多我们这次课呢也总结完了我们这个具体防温控制服的这个用法 那我们看看下一次课呢我们就讲讲这个构造函数的问题什么叫构造函数呢 这个现在说多了然后时间就长了我们具体的下节课再讲我们下节课见 我们下节课展行的 Giwe 这次告诉我们下节课的第四政课 您看 słUC e战